60. 《蘋果日報》 民原已被外港力成員襲擊傷子 2015年7月11日法庭 A.16 本報信38歲民原去年6月20日到立法會附近參與反東北撥款集會期間 利用攝錄機拍攝在天美道中信大廈附近支持撥款的外港力量集會時 而遭一名男子邊馬垃圾 邊以毛巾拍打手 令其由手指損傷流血 民原兩個多月後於城市論壇重遇男子 報警將其拘捕 去年9月7日被捕 報稱退休的62歲被告魏志榮 作否認普通襲擊罪受審 他在警界下聲稱我忘記有見感學費 被告 緊拿毛巾黨鏡頭被告末律師代表 親自盤問證人 他先否認自己是外港力成員 並表明當日他們是舉保衛香港力量的招牌到場示威 但現職政府民原的事主斥為已反駁 爭於城市論壇見過被告以外港力成員身份發言 斥指當晚被告一方有一名女子以數碼相機不斷向他閃燈拍照作出挑釁 更稱自己有權拍照攝錄 網上不少公民記者也如此做 被告稱當時指南毛巾姐擋漆鏡頭 並無拍打漆或其攝錄機 但撤為不同意被告的說法 案件去七篇號E.S.C.C.13355記者 蔡小玲 在中國大陸裏面對著我的照片